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心灵法门开启心灵之门 白化佛法 启迪智慧人生 卢君洪台长二十年如一日 无私望我 付出耕耘 慈悲救度全世界一千万人结缘佛法 使佛法精髓 普利有缘 和平之光 辩照十方 智慧圆容 妙法视线 慈悲无畏 应激说法 无数佛友通过心灵法门 破迷开悟 改变命运 社会和谐 世界和平 作为世界和平大使 世界华人的心灵导师 近年来 卢台长弘法足迹遍及世界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 将佛法与中华文化的和平理念 推广至全世界 不仅获得授予意大利名校西安纳大学荣誉课作教授 马来西亚皇室拿都终身荣誉爵位 澳大利亚太平绅士 还在联合国 美国国会 美国宽容博物馆等地 举办的世界和平会议上 多次获得世界和平大使殊荣 卢台长还荣誉入选 2014 中国人物年鉴 并于 2015 年 9 月 应联合国大会主席邀请 在联合国总部 出席联合国大会和平文化高峰论坛 2018 年 5 月 应邀出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魏塞节庆典并发言 使佛法精髓与和平理念走向世界 卢君洪台长慈悲心系布里斯本众生 特地风尘仆仆来到布里斯本与大家结缘 感恩观世音菩萨慈悲成全殊胜因缘 愿心灵法门救度更多有缘众生 人心向善 国泰民安 世界和平 今天世界佛友见面会程序安排如下 首先我们有请几位同修上台发言 接着卢君洪台长将为我们慈悲开示 接下来对世界各地共修组同修们的佛学问题 卢君洪台长将为我们现场解答指点迷津 首先让我们欢迎来自布里斯本的张奇同修 与我们分享 通过心灵法门三大法宝 身体健康 事业顺利 让我们掌声欢迎 顶礼感恩 拿摩大慈大悲 救苦救难 广大灵感 观世音菩萨摩合萨 顶礼感恩 十方三世一切 诸佛菩萨 顶礼感恩 龙天护法菩萨 顶礼感恩 祝愿法会的法师们 义工们 佛友们 诸位法师们 义工们 佛友们 大家好 今天有幸参加卢君洪师傅 在布里斯本市政厅举行的法会 是我一生莫大的荣幸 我愿与此机缘 与大家分享我从净土法门 转到心灵法门 三个月的学佛心得 我是来自布里斯本的齐 Campbell 中文名张奇 今年二月份 由于婚姻问题 从家里搬了出来 独自租了一间房间住 当时我是得了焦虑症 三年的一名患者 吃着抗焦虑 抗抑郁的西药 在家附近的一家日料店里 做两个倒搬的前台工作 每周一共八个小时 那时候两个倒搬的工作量 是我身体可以承受的最大极限 每天回家累得不行 而且睡不着觉 早上又很早就起来 那时候我已经皈依佛门 修行净土法门十五年 可是很懈怠 不是合格的在家居士 有一天我就想 人生如梦幻泡影 这一生一定要把自己 交给佛菩萨 努力修行 我已经浪费十五年了 人生又还能有几个十五年呢 于是我想到了两年前 有个心灵法门的师兄 介绍给我的卢君洪师父的心灵法门 那一年我还去参加过师父的法会 目睹了师父给众生看图腾加持的过程 又想到心灵法门不仅可以消业障 还可以督促我精进勇猛的修行 可以帮助我实现今生往生西方极乐净土的大愿 于是再三斟酌之下 我转到了我们的心灵法门 2018年2月27日 我正式在布里斯本观音堂向观世音菩萨发愿 一门精进跟随卢君洪师父修行心灵法门 不忘初心 那一年是我人生中的又一个重要的日子 也是我人生中又一个转折点 因为我有之前修行的根基 很多经文都已经背过 大悲咒在观世音菩萨的加持下 不到一周也背诵下来了 3月15日 我第一次打通了师父看图腾的电话 师父指出了我身上有两个灵性 要念104至195张小房子来超度他们 放生300条鱼 还要多念大悲咒 心经和消灾吉祥神咒 还要给我和丈夫念姐姐咒 给她念心经 我按照师父的要求做 不敢懈怠 每天功课都要坚持 不论再难受再累也要按时完成 而且还许愿为药经者第一波念诵63张小房子 每月至少半个月吃全素 其实我自从2015年6月起 就已经吃素了 只是还没有完全戒掉五心 自从修习心灵法门以后 我的身体一天比一天有进步 哪怕只是进步一点点 对我来说也是重建曙光 也同时对我是更大的安慰和鼓励 我也终于可以实现精进修行的愿望了 感觉每一天都那么充实 每一天都离观世音菩萨和西方极乐世界的距离又近了一点 心情也好转起来 也对自己的未来充满了信心 我在通过自我反省中不断调整自己每日的功课 并于4月21日跟观世音菩萨许愿终身时全素 直到今天我一共烧送了43张小房子 从刚刚搬出来时每周做终点工 4月初从做了半年一工的当地家非营利组织 得到了一份三个月合同的会计岗位 并在上周末被一家当地的会计师事务所正式录用 得到了一份对口的会计师工作 同时我的身体也越来越强壮 最忙的时候一周平均休息一天 其他时间做两份工作 还要抽出一天开90公里左右的来回 到我们观音堂去一工 身体虽然会有不舒服 但恢复得很快 而且睡眠也非常好 最主要的是 自从我转到师父的心灵法门后 只坚持祈求观世音菩萨 保佑我身体恢复健康 把自己的一切都交给观世音菩萨妈妈来安排 一切随缘 我做的每一件事 无论结果如何 我都把它看成是菩萨妈妈对我的庇护和考验 我只管尽力做好每一件事 不问结果 而短短三个月的时间 就得到了师父和观世音菩萨的加持和护佑 十分发喜 使我感受到我为自己选择的这条路是对的 不仅是有益于自己的 更是有益于云云众生的 我愿今生做观世音菩萨的牵手牵眼 精进勇猛地跟随卢君洪师父好好修行 临终时干干净净地和观世音菩萨回家 感恩菩萨 感恩师父 感恩大家 下面让我们欢迎来自美国纽约的Yuki良同修 与我们分享 心灵法门让家庭状况日益好转 全家学佛 法喜充满心想事成 让我们掌声欢迎 感恩南无大慈大悲 观世音菩萨 感恩诸佛菩萨 隆天护法菩萨 感恩师卢君洪台长 后学Yuki来自美国纽约 2013年从纽约张师兄那里 绝缘法宝走进心灵法门 有幸于2014年9月在纽约拜师 虽然之前曾拜过两位师父 当医到心灵法门和师父 中医找到了人生目标 把季度度人 红法利生 当成终身事业 恩西卢君洪台长 是我今生今世唯一的师父 学习心灵法门之前 自己非常执着 对家人都有要求 个人说了算 听不尽半点不同意见 造成跟家人关系长期比较紧张 现在慢慢看破放下不及着 如今和家人和睦相处 其乐永永 2016年年初 我有两个愿望 第一个愿望 希望能够多参加法会 第二是 希望我们有一个观音堂 2016年7月参加香港法会 这是除了纽约法会 我第一次出国参加法会 香港法会盛况空前 法喜充满 让我无比震撼 我决心 从今以后 尽可能跟随 师父 参加法会 共赞 共募 浮光 共赞 法喜 2017年 2017年 我有幸参加了六场法会 还去西尼参加台庆 每一场法会 每一场法会 都学到很多 每一场法会 都法喜充满 由于当时我们的共修地点 经常要搬 给佛友们带来诸多不便 2016年 2016年年初 我第一个愿望 就是求观心菩萨 让我们有一个稳定的家园 纽约 庆寸土 寸金 不容易找到 何事地点 共修的地方 不能落实 大家都非常招职 早上上香 我跪在佛台前 哭着求菩萨 给我们一个 恩文的街 不用搬来搬去 租金 不用那么贵 孩子叫妈妈 妈妈真的 听到了 菩萨妈妈 有求必应 当年七月 梦境东方台 给我们一块地 九月份 纽约法会之后 有一天 外出红法石 经理西松 来跟我们说 带我们去一个地方 看看是否 可以做观音堂 我和西松们一听 大家都开心地 跳起来 真的有发心的西松 祝愿我们的观音堂 中医让我们拥有一个属于我们的家园 感恩南无大慈大慈大悲观心菩萨 感恩经理西松 和家住院 学习心灵法门之前 先生一周两天工作机会 路不复处 一家人生活都成问题 而且先生几乎每年身体都会出状况 二到三次 主要是腰间盘突出 导致腰疼无法工作 每次发作 都会一周不能上班 疼到此团都很困难 学习心灵法门后 我除了念自己的小房子 也开始为先生念小房子 最近两年多 先生身体状况稳定 腰间盘突出 一直没有发作 工作顺利 一家人生活比以前稳定很多 先生是无神论者 一直以来 什么都不相信 不过 我去参加法会期间 他在家里也会上乡 坚持为先生念 劝导声闻和心经 2016年 他也开始念经了 去年年初 我希望能够从住了八年的地库 搬家住一 跨着二楼 可以重设佛台 在地库设佛台 一直感觉很对不起菩萨 我希望在能力范围内 可以租到合适的房子 去年 我去参加澳洲法会之前 突然有朋友打电话说 他同学的房子刚装修好 让我们去看看要不要租 我们一看就很欢喜 接下来 接下来一切神术 二十四小时内 家就搬好了 感恩菩萨 感恩师父 儿子 儿子很有佛员 他听了台长的白话佛法 就开始念经了 还参加三次法会 做义工 儿子说 每次看到 专流布施的佛友们 全来参加法会 他都特别开心 法喜充满 儿子参加2016年 多伦多法会 回来跟我说 妈妈 妹妹和我都念经了 爸爸还没念经 他真的很可怜 后来 爸爸也开始念经了 儿子真的好开心 儿子高中时 成绩频频 学佛念经后 坚持每周 三到四张小房子 成绩很快提高 高中毕业 顺利考上 水牛城大学 感恩观心菩萨 慈悲皆持 儿子放暑假 回家对我说 妈咪 你现在脾气盖了 盖了那么多 你应该去给大家 做分享 听了儿子的话 我觉得更应该做好自己 以身表法 女儿现在读五年级 四年级就开始念经 念经后 她做什么事情都很顺利 女儿很乖 有时间也会出来 红法 上街发传单 女儿各自小巧 平息在班上 不怎么齐言 读四年级的时候 全班同学一机投票 选她当班奖 很不可思议 令人惊讶 以下是我的分享 跟很多师兄 激动人心的分享相比 我的分享可能比较平淡 但是我和我的家人 以及我们纽约 全体师兄 对心灵法门 对师父的感情 是发自内心的 师父 我们爱您 最后 曾邀大家历龄今年 许愿美国洛杉矶 纽约粮厂法会 共慕佛光 共斩法义 感恩大家 下面 让我们欢迎 王毅同修 与我们分享 心灵法门救度了 天生智障的孩子 让全家重获新生 让我们掌声欢迎 感恩 南无大慈大悲 救苦救难 广大灵感 观世音菩萨 感恩 十方三世 诸佛菩萨 龙天护法 感恩 无我利他的恩师 卢军红台长 感恩前来助援的各位法师们 感恩各位义工同修们 心灵法门拯救了我们全家 我来自北京 我们有个先天智力障碍的孩子 今年二十五岁 二十五年前 儿子的降生 给我们全家 带来了无比的快乐 随着时间的推移 我们渐渐发现 儿子的发育很迟缓 这中间 我们带他到医院检查 也没有准确的结论 三岁的时候 北医三院 给出了权威的诊断结果 染色体变异 导致先天智力障碍 犹如晴天霹雳 粉碎了我们最后的希望 我彻底崩溃了 那个时候 我出差坐在飞机上 就会想 这架飞机最好掉下来吧 我就一了百了了 看着儿子一天天长大 不会说话 大小便不能自理 脾气暴躁 面对这无穷无尽的烦恼 我的心死了 那个时候 我和我太太 也经常去寺院烧香拜佛 2010年 我们从普陀山 请回了第一尊 观世音菩萨像 但是 我们并不懂佛法 也没有修行 只是冥冥之中 寻找着一种寄托 2012年 我太太张师兄 接触到了心灵法门 2013年 我们一起参加了香港法会 在法会上 我第一次握到了师父的手 第一次跟师父面对面 师父的眼神 令我终身难忘 那慈悲的眼神 让我震撼了 同年 我们在台湾高雄 一起拜师 在拜师的时候 师父两次走到我的身边 对我说 你佛缘很深 一定要好好修啊 拜师之前 我们并没有吃全素 拜师后 回到北京 神奇的事情发生了 我们吃肉 就觉得恶心了 于是 我们就发愿 终生吃全素 如果没有菩萨的加持 没有师父的加持 这是绝对不可想象的 我们开始修行的时候 对三大法宝认识不深 我们并没有给儿子念小房子 我还自以为 那是他自己的因果报应 后来 在老师兄的帮助和鼓励下 我们开始给儿子烧送小房子 开始的时候 儿子的情绪有所好转 念到三千多章的时候 儿子的业障突然爆发 不停地自言自语 摔东西 砸玻璃 夜里无法入睡 医生诊断 为精神分裂 为什么 我们已经在还债了 为什么还会这样 我们有了些许的烦恼和动摇 很快 我和张师兄 相互鼓励 师父说过 学佛不会那么容易的 学佛苦 不学佛更苦 学佛苦一阵子 不学佛苦一辈子 小房子 消业障 是由量变到质变 是观世音菩萨在末法时期 带给我们人间的法宝 它是真实不虚的 师父在白化佛法里讲到 随缘消就业 更莫造新秧 我们的就业 已经形成果报了 是很难消除的 我们只能随缘去消 随缘 就是随善缘 化解恶缘 我们应该长生惭愧心 和忏悔心 只管付出 不求回报 对结果 更不能执着 调整好了心态 我们的修行更加坚定了 记得2016年10月份 儿子逐渐变得安静了 原来那种超出他年龄的 那种称恨的眼神不见了 我们又看到了 那久违的善良的天真的眼神 现在我们已经给儿子 烧送了五千多张小房子 儿子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我们家里又有了欢声笑语 到这个时候 我才明白 我的儿子 我的儿子是来度化我的 他的疾病 让我看到了人生无常 他的残缺 让我放下了我的高傲 在我刚刚修习心灵法门的时候 我很爱看白化佛法 轻视小房子 相对助政修心 轻视修行 给儿子烧送小房子 也要相应地给我自己烧送 相同数量的小房子 这让我这几年来 每天念诵小房子 从未间断 我才是最大的受益者 念经 许愿 放生 三大法宝 真实不虚 感恩 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 感恩伟大的恩师 其实 我们在座的所有人 哪个没有痛苦 哪个没有劫难 不是身体问题 就是感情问题 不是孩子的问题 就是老人的问题 不是家庭的问题 就是工作的问题 人间 怎么会有完美 我们只有放下 才能解脱 早一天放下 早一天解脱 师父讲过 人道 就是烦恼 我们在人间 我们来到人间 就会烦恼无尽 众生既是道场 烦恼既是道场 烦恼既是菩提 这无量的烦恼 就是来成就我们的 人间没有究竟圆满 我们就是要用这种形式上的不完美 来修我们心灵上的完美 学佛让我们改变命运 佛法让我们开启智慧 感恩佛法 给我心生 感恩大慈大悲 救苦救难 广大灵感 观世音菩萨 感恩 无我利他的伟大的恩师 卢军红台长 感恩大家 下面让我们欢迎 来自布里斯本的小朋友们 为我们唱诵佛曲 念诵大悲咒 让我们掌声欢迎 优优独播剧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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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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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 优独播剧场 优独播剧场 优优独播剧场 优独播剧场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恩 感恩